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最容易漏掉的打扫区域 其实家里边就这么大,自从学了机简之后的东西也减少了 开始热爱上打扫了 我忽然间发现有几个地方经常是我漏掉的 而且是你可能会经常看到 但是你却经常不会去打扫他的东西 好,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就是我们插桌子的那块布 我发现我们家人还不错 每次吃完了之后会把桌子擦一擦怎样 但是好像很少有人擦完桌子之后 直接把这块抹布拿肥皂把它清洗出来 然后拧干晾干 很少会有人做第二步 也就是说光插桌子 那抹布是不会随手洗出来的 其实但是抹布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它总是处在潮湿状态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擦完桌子之后 直接打点肥皂搓一搓洗一洗 然后拧干把它晾干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打扫动作 第二个呢 是我今天早上发现的 我今天搞定一拿去牙刷的时候 发现牙刷下面地上怎么有点黑黑的 发现 杯子下面有一层水垢 这层水垢呢 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想很多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见过 就是会有点发黑的那种水垢 而我发现 因为我之前指甲很长 所以呢 我就溜这个杯底洗呢 就特别费劲 然后之后呢 我再看看身边的人 我发现每个人都不喜欢洗牙 刷牙杯的那个下方 还有外边呢 里边因为它在洗澡间 整天泡到水里边很容易有水垢在上面 所以呢我就发现 这东西是我经常碰到的 甚至我看到了 我就懒得去洗它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手头并没有一个方便的清洗用具 那我就决定把 把我一个 就是我之前买了一个丝瓜羊 就这里在中国呢 就是洗刷用具呢 我们喜欢用丝瓜 晒干之后 它剩下那块丝 那个中间那块芯 是纯天然的 我呢就买了一条 因为那时候什么学零浪费嘛 就是不用什么东西 用纯天然的 我就买了一个丝瓜丝这么长 然后就剪成一小块 然后拿个手上绑着 就挂在那 挂在了我的这个 刷牙台子下边的柜子里边 这样的话呢 每次我洗完牙齿 刷完牙之后呢 我就会用这个丝瓜的这个清洗用具呢 把我的杯里里外外都洗干净 其实很多很多时候 这东西我们天天见 天早上刷牙天天看见 但有些时候可能你看见都懒得去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手头并没有一个 可以随手拿起来清洗的工具 一个是刷牙杯的这个清洗工具 一个是抹桌面的抹布 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的刷牙台 这个洗漱台上 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两样东西的 因为呢 我发现家里边最容易脏的 一个是厨房的桌面 一个就是刷牙洗刷的这个桌面 特别容易脏 所以这两样东西呢 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现在呢 就把它挂在的柜子 就是打开下面的柜子 柜子门里边 这两件打扫清扫用具 是必不可少的 好 第三个 第三个呢 之前呢 我也是隆重说过了啊 就是什么 洗锅子光洗里边 不洗外面 这是我们北方人 有时候会有养生这个坏习惯 光洗里边不洗外边 但是慢慢的发现 锅子外边呢 其实也是可以洗干净的了 之所以我们不洗外面 是因为 哎呀 锅子每次都烧的黑黑的 洗也洗不干净 所以黑的呢 就以为呀 反正就是脏的 随手洗洗好了 而现在呢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好的工具 可以真的帮你把这个锅呢 就洗得干干净净了 我想有些黑的东西 被烟熏脏了 洗不干净 那没有办法 但是至少 一定要确保的是 那种饭渣呀 汤渣呀 一定要洗干净 所以呢 洗锅记住 里边外边都要洗底部 也尽量能洗多少 洗多少 除非它真的是刮不掉了 那没有办法呢 是不是 能刮掉的 还是尽量要洗的啊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家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嘛 我说我家里边经常到处的地方 我都放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呢 因为方便我们扔垃圾 你就不会垃圾堆放 而且呢 我会用纸袋子啊 当垃圾桶来放 而我发现一点呢 是我们经常 袋子拿出来扔垃圾 但是这个垃圾桶本身 我们很少去清洗它 其实垃圾桶呢 因为装垃圾 平时的细菌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 垃圾桶的清洗的这个次数 应该和你扔垃圾的次数 是一样的 大家如果 如果深的是 比方懒惰 不想洗啊 就像我这样的啊 你可以买那种 就是 去99% 那个细菌的那种湿纸巾 从里抹到外 也可以 或者是抹那种 拿那种喷雾剂 99%的喷雾剂 喷完之后呢 拿纸巾 把它擦干净 也可以 总之 有很多很多的快捷的方法 只要你意识到了 我们就可以找到快捷的方法 来处理 至少保持家里边 这个干净度呢 始终对我们身体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啊 第五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化妆 我们女生化妆都知道啊 我们用那个就是 粉饼啊 眼影啊 然后眉笔啦 然后化完妆之后 会有这种粉的那种东西 然后再去拉盒子啊 拉罐子啊 所以我发现每次那个粉饼外围啊 眼影的外围啊 然后就是那个 我们脏了之后摸那盒子啊 会把我们的化妆台整得很脏 而以前我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 自从学了极简之后 开始学打扫什么 都发现 怎么这盒子这么脏 我都 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 要去擦一擦它 所以呢 现在呢 我凡是打开化妆盒 化完妆之后呢 我都会随手 随手从旁边拿个纸巾出来 把这个粉饼盒旁边啊 眼影盒旁边啊 还有我这个手 摸在那个 我那个透明的盒子上面的手印啊 都把它擦干净 因为你要每次用完了 每次擦 它才不会让日积月累 变得很厚 很难清洗 所以呢 一定要勤擦 特别是像我们那种天天化妆 天天几乎化完妆之后 就像打仗一样啊 笔啊 化妆盒到处都是 所以如果养成一个随手食道 随手擦的话 那就会保持人也美 化妆的环境也是很美丽的 对不对 第六个呢 我就发现 我们大家当你打扫的时候 你是喜欢用打扫用具来打扫 但是呢 我们不喜欢清洗或者是清洁 我们打扫用具本身 虽然是 因为经常你有没有发现过 某些东西你是经常去刷它的 但是那个刷子的表 上面是黑黑的 然后你的吸尘机经常拿来吸尘 吸得很干净什么 但是你的吸尘机本身脏脏的 OK 然后很多就是你拖把啊 那个下边那个可能是拧得很干净啊 洗得去跑白水 但是你那个拖把 把那个缝是黑色的 就是这都是细节 以前我是从来不会注意的 后来慢慢的发现 哎 为什么我们就是真的是 只打扫 但是打扫用具本身 我们是很少去清洁它的 所以呢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有意识的去看一眼啊 看看你是不是和我一样 也是这方面忽略掉的啊 第七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摸的地方 像我们的门把手啊 门边啊 墙边啊 除非我们都摸得 那墙都发黑了 我们可能才会发现呀 这里怎么这么脏 但是我又在想 为什么我们经常摸 经常蹭的地方 却很少想要去 想起来去打扫它呢 所以现在呢 我就会用那种 99%去去军的那种喷雾剂啊 会把家里的门把手啊 门呢 凡是我们手经常触摸的地方 都仔细的擦妈一遍 因为我一会 我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呢 因为像春 我们这春天 美花粉症 家里人有德花粉症 就会打喷嚏呀 什么的 然后我就开始注意一些 就是卫生方面的东西啊 然后我才发现 怎么我们经常手碰触的地方 很少去打扫它 但是这也是完全是关于 细菌传播 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所以呢 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次 要把所有家里的门把手啊 还有大家伙都经常摸的位置 全部把它擦一遍 骂一遍啊 第八呢 是我们喜欢打扫大面积 却不注重细节 像我们擦玻璃 我家落地玻璃 玻璃擦的挺好 哎呀 被儿亮 特别干净 可是呢 窗边上的缝 却很少会仔仔细细的 把它抹干净 擦干净 而我什么时候开始 想要擦这个缝呢 是因为 我不是给大家说过 我那猫猫在那个 就是那柜子下方住嘛 我的小黄猫呢 就吃东西就很积极的 而我的那个 那个波波呢 就是那个 它呢是阴短嘛 就特别高傲 那个猫粮呢 你要是给它放到窝里边 它才吃 就特别高傲的那种的 然后呢 我每次 我把它们哄进去 吃饭了吃饭了 然后我把这个罐头怼给它之后呢 我就赶快把门关上 我怕它们再跑出来 可是第二天呢 波波总是会把这个罐头吃完之后 就扔出来 你知道吗 它就会掉在这个 拉门的缝里边 其实特别特别难清洗的 因为是食物 我怕家里惹蟑螂 所以我必须要用牙签 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把它一点点 从那个门缝里边抠出来 但是抠完了 擦完了之后 我才发现 哇 好干净啊 以前啊 以前 它没有掉食物在里边的时候 那个东西门边放都是黑色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仔细的擦一擦它 可能那个门 我会经常擦 但是那门缝 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擦它 但是后来我觉得 就是我看了那个 Y Lifestyle 那个日本主妇的生活 打扫方式之后呢 我才发现 要打扫东西 就一定把东西全部搬出来 仔细的 大面积的 小面积的 边边缝缝 全部都洗干净 那才叫真正的是打扫 而我在Dies Diesel呢 经常看到很多那种小刷子呀 小东西呀 去给你刷细节 我当时 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用 后来又想 终于知道 那个东西是干嘛的了 现在呢 就知道 可以拿那些小刷子呀 小细节来刷细节 这样的话 你才会觉得 有种彻彻底底 干净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除了擦大面积 一定一定要想一下 细节 边边 是否有擦干净 其实我们经常 也讨论这个问题 说评价一个人 或者评价一个家 而并不是 大花一看 他家庭干净 大体一看 这个人挺好 而是看细节 看细 从细节里边 就能看出 这个人的素养啊 素质啊 看他家庭生活呀 各个方面呢 所以呢 一般越是注重细节的人 生活就会越会过得很精彩 所以呢 我们要学会注意细节啊 好 第九个呢 就是柜子的上方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们经常厨房啊 外边柜子上边呢 冰箱上边 特别像我们的小矮个啊 经常是看不见上面那个角度的 所以呢 经常会忽略上面的东西 日积月累下来之后呢 那油啊 那灰啊 都变得厚厚的 等你再去擦妈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难擦 甚至我以前 我们在中国都是一年啊 来一次大扫厨 就会彻底的把家清扫的干干净净呢 现在在这边 连过年也没有过年的感觉 我好像每次那个 就是cleaner 就家里面的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姐 阿姨来之后呢 她打扫呢 我发现她也是 只是在我们日常用的区域 她打扫的很干净 可是呢 那种高的地方啊 那种就是平时看不见的地方啊 她也不会打扫到 所以呢 有些时候觉得 那个真的也算是误区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也会提醒她啊 记得把那边上面打扫一下呀 看一下呀 然后我们自己有时候有空的话 我也会把上面都打扫一下 你不用说天天打扫 因为那里我们不会经常触碰 至少一个月一次了 或者半年一次也行 但好过 总是在那里放着不打扫 那灰尘越堆越高 因为这灰尘是会飘散到家里的 所以呢 还是最好是尽量 不要让家里边有这种死角啊 第十个呢 就是床下边 其实我觉得 之前他们有人说 关于风水 床的下边呢 最好是通风的 但是由于亚洲国家地方小 所以很多家里边都选择 这个床的下方是有柜子啊 或者放盒子呀什么的 我觉得有柜子的还好 因为它是密封的 不会有灰尘 但是如果你下面是空的 或者下面有放盒子的话 我希望大家也是 一定要经常的打扫 因为这个东西 它床下特别容易积灰尘 而你每天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房间处在一种 非常密闭的空间下面 所以床底下 这个死角是一定要定期打扫的 就算我的家里边 打扫卫生的阿姨来 她有打扫 但是我还是会仔仔细细的 把我床底下每个星期都吸尘 因为当我吸完之后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尘 因为不但我家有猫猫 我家猫经常往床底下钻啊 然后呢 而且我想打扫卫生的阿姨 她也是只是并没有很仔细的去吸它 我觉得为了自己个人的健康着想 我们还是应该定期的把床底下呀 边边缝缝啊 一定一定要仔细的把灰尘全部都吸出来 其实我刚才讲这些呢 真的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 最容易错过和不容易发现的这个打扫盲点 而这些地方呢 它经常会唐年累月的堆积的灰尘越堆越多 而有些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情况底下呢 这种灰尘就是满屋飘散 有些时候你说这灰尘哪来的 其实它就在那里 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当看不见 或者说哎呀我没有时间 哎呀我没有那个 但是如果它真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了 就不好了对不对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呢 有月留言啊 说一下你认为的打扫盲点在哪里 因为我目前为止呢 我先发现这十条 可能以后还会发现更多 因为现在开始慢慢的喜欢 开始慢慢的注重细节 开始慢慢的 着重开始喜欢打扫 所以呢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发现 怎么样可以把家里打扫的彻底的干干净净 好了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